那我们现在这个单元来跟各位谈Generative Adversal Network 简称为GLN深层对抗网路 那这个深层对抗网路我们会跟各位提哪些内容呢 首先会跟各位解释一下Generative Adversal Network概念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会跟各位解释一下它的运作原理以及它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会来跟各位谈一下GLN它的一些改进模式 然后最后会来跟各位做一个总结 我们在谈这个GLN之前我们先来请这个Google小姐教各位GLN这个字是怎么念的 Generative Adversal Network 不是在骂髒话啦 OK 所以说呢这个字就是念歌安四声 所以说呢如果你们家有机会去参加国外的一些conference的时候 尤其假设某一个session都在谈这方面的神经网络时 你就会发达到大家都在讲歌安四声 那这时候你就觉得很亲切好像回到台湾一样 所以说我们在讲解这个GLN这个神经网络时 我们会把它念成GAN 免得到时候外面老师会觉得 为什么我这堂课一直在骂髒话 可是呢如果将来你们有机会去发表GAN相关的文章时 你们出了国外还是要念歌安四声 毕竟这是他正确的念法 来那我们来看 有关于GAN这个神经网络来说 Yanakon他有提出来 他是属于近十年来最有意思的一套神经网络 那论文的程度各位可以看一下右下角的这张图 右下角这张图他是GAN ROOP也就是GAN的动物园 你们可以看喔 GAN这个方法是在2014年被提出来的 在2015年之前 其实他的论文的篇数也是少的蛮可怜的 但是你们看 从2016年开始一直到近期 2018年底 2019年 你会发现到 跟GAN有关的所有论文 他是指数成长 他的成长量是非常非常可怕 而且呢 通常我们在开发一个新的GAN的模型时 我们通常会在GAN这个字之前 再加上一些英文字母 来去代表你这篇论文的方法 那可是各位都知道 英文字母只有26个 再怎么拼一下就用完了 所以说呢 比较好奇的人 他在发展GAN方法的时候 在取名字上就非常非常的困扰 比如说像我们这边稍微整理一下 比如说像SGAN SGAN的话呢 在这一堆论文里面 少说至少有四篇以上 而且这四篇都是不同的模型 所以说基本上取名字的时候呢 彼此很容易互相撞来撞去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那有关于GAN这个模型来讲 他主要就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机器 自动去生成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但是他所生成出来的这一个东西来讲 是过去在我们的训练资料里面 没有见过的 但是是极可万真的一个object 比如说我们今天讲image来说 比如说我们要生成所谓的人的图像 人的头像好了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相关的报导 比如说像这一个 来 各位 你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这边的所有的人脸照片 你们认为这些人有没有存在 我要告诉各位这些人都不存在 可是呢你会发现到 诶老师这照片好真喔 怎么他不是真人 的确是没有错喔 这是神经网络他自己生成出来的人脸图像 这些人都是不存在的 OK 所以说包括像底下这边 底下两张 我们把那个影像放大给各位看 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OK 然后呢底下这个人也是不存在的喔 他是机器自动生成的 那他背后用的技术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给各位的GAN 这个技术 OK 那当然啦 用GAN所产生出来的这个人脸图像 有的时候也会吐嘴 那我这边有一些吐嘴的例子给各位看 这张图也是机器产生的 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喔 然后 那可是你看喔 底下有几张是吐嘴的影像 比如说像这张影像来说 他旁边生成的另外一个人 看起来就很可怕對不對 跟我们品尝的人的眼睛不太一样 那就是 这边就是我们在生成时有出错 然后再来就是呢 这一张人脸图像 这人脸图像呢 他在生成的时候 这边多了一个东西 这个也是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呢 底下的这张图 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是有戴眼镜 但是实际上 在眼睛的这个地方 眼睛是消失的 所以说其实这张图 他的生成也是有问题的 接下来就是这个小女孩的图片 可能我们的机器在生成的过程当中 他本来是想要让这个小女生的脸上多几根头发 结果他在做绘制的时候可能出错 所以说产生了这个错误的影像 所以说呢 这边所有的人脸图像 都是由机器 五中生有生出来的 那这边背后所使用的基数 就是我们这个单元 要介绍给各位的GaM这个基数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那剩下下次再来讲